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古装青春偶像剧 则天气登陆湖南卫视热播剧场青春进行时开播第三周 友荣和长生的感情随着剧情慢慢升温 那扎在剧里亮眼的表现 也更多地进入了网友们的视线 在周一晚22点最新播出的剧集中 一下在众人面前高冷的友荣 为了帮助陈长生也耍起小性子 女友力十足 网友之呼那扎仿插 萌太可爱拉高冷 友荣也傲娇顽皮反差 萌被赞可爱在最新播出的剧集中 陈长生参加大潮事实遭到魔族 和对手天开牙的陷害 在长生走出迷宫的最后关头 徐友荣不顾比赛规则出手相助 在长生和天开牙一同拿到锦气时 友荣采断锦气气干帮长生赢下一局 他还一眼无辜地说对不起 没注意 整个神情傲娇又有点调皮 再加上那扎那双水淋淋的大眼睛 这种仿插萌实在是可爱 网友也表示说好的高冷呢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虚友荣 那扎眼神有戏关闭内心可人疼 随着剧情的发展 友荣对长生的感情 也慢慢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来 在长生参加大潮事的过程中 友荣眼神不离长生 并且时刻关注着长生的一举一动 墨宇在旁边嘲讽长生 但是每次友荣都会 用一个不幸的表情和一句 我对长生有信心给队回去 徐友荣版的最佳队游也正式上线 不得不说 这两集中那扎表现自然 眼神有戏 感染力十足 长生赢了比赛 那扎把暗自高兴点一的唯妙唯笑 长生遇到危险 那扎的眼神里 又演出友荣的紧张和担心 陈长生赢得大潮事 在放榜之日 友荣和长生深情的对视 那扎眼神里充满了无限的温柔 可就在两人的感情即将升温之时 剩后想让友荣专心修炼并且远离爱情 友荣也只好狠心将自己的内心关闭 在这里 那扎更是演出了友荣那种想爱却又不能爱 冰冰冻了情却又隐忍的悲伤 仿佛那扎就是友荣本人 让网友看了直呼心疼 接下来的剧情越来越揪心 友荣和长生何时能突破命运的枷锁 值得期待 昨天即每周一至周四晚22点 湖南卫视热播剧场青春进行时 精彩仍继续追剧不能停 分享 赞 亦相关阅读 剧留周杰伦 你的愤怒 也是周杰伦市的4月30日晚上第二场演唱会上 因为前排有歌迷的灯牌 被现场安保人员扔掉 周杰伦情绪失控现场怒吼安保人员拱出去 随后冷静下来通过微博道歉 但是直到现在 对于周杰伦的愤怒 仍然在网络上发酵 除了认为周杰伦道歉不够真诚之外 对于警方是否应该拘留周杰伦 也引发了争议 有人就指责周杰伦 煽动歌迷攻击民警 是涉嫌寻衅滋事 不过北 经时间 瑞平认为 直到现在 此事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展示 而很多人的愤怒 跟当时周杰伦的愤怒 没有什么区别 首先一个问题是 被辱骂的这个人是警察吗 有人以周杰伦当时喊无安 认定被辱骂的一定是警察 但显然很多人 并不能确定当时 被周杰伦怒视的 这位安保人员的身份 实际上至今警方也没有明确的表态 倒是有个陆大威信 是淡淡地说那是警察 是武警 是特警 瑞平军 很好奇他们的信息来源是什么 毕竟他们很多人都在北京 上海 宁夏 他们是怎么知道现场人员身份的呢 当然 不论是保安还是警察 又或者其他安保力量 都不应该被辱骂 不过在没有确认此人身份前 批评周杰伦道歉 是说安保是回避问题 就显得没有依据了 其次 现场对于灯牌的管理 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 实际上演唱会有歌迷 携带灯牌是非常常见的 既然携带进去了有人要举 起来也很合理 那么为什么一个在演唱会 常见的举灯牌 会遭到安保人员制止呢 由此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是 究竟这位歌迷是否有过激的行为呢 对此网上有一个说法 指责女歌迷站在凳子上 挡住了身后的人 并且经多次劝说无效 这才有了灯牌被收走的结果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 安保人员的做法当然无可厚非 问题是这个说法的出处是哪里 有警方的证实吗 有这位收取登牌安保人员的证 是吗 实际上 目前可以确认的事实 除了视频中周杰伦的不当举动之外 并没有视清的前因后果 甚至连那位安保人员是否真的被迫离场也不清楚 那么如今对周杰伦表达愤怒的诸位 是否想过 为什么几秒钟前周杰伦还在用狠漏 跟他认为的公安说话 后来就突然爆发出滚的怒吼 根据周杰伦的道歉视频 他是不清楚事情原委 误以为歌迷受到了伤害 出于心疼歌迷的想法 才情绪失控 反管如今网络上怒气宠出的网民 同样也不清楚事情原委 出于心疼民警的想法才出来怒斥 这样的愤怒虽然是针对周杰伦的 但同样是周杰伦式的 而如果这些愤怒的人可以冷静下来 应该会明白 真正最了解情况的是西安当地警方 是否应该拘留周杰伦 也是由当地警方 在经过考量后做出决定 而不是靠网民的心疼 当然 不论被骂者的身份是谁 也不论事情有什么原委 周杰伦用拱侮辱公安的做法 本身是错误的 所以要求其诚恳道歉 本身也是应有之意 至于说现在的抱歉是否诚恳 相信自有公论 瑞平君也就不做评价了 只不过瑞平君相信西安警方 已经采取了足够专业 足够合理 足够有效的做法 此时用周杰伦是 愤怒出来叫让采取进一步措施 姑且不论是否现实 似乎也在给西安当地警方施加压力 将一件本来处理完毕的事件再生波折 这样真的算 是心疼警方吗 不过瑞平君倒是支持那位被辱骂的安保人员 直接以个人身份向周杰伦为权 要求他当面抱歉并赔偿 毕竟挨骂的是这位安保人员 而抱歉则没有针对他个人说什么 至于周杰伦本人 以后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听他的歌了 不管他再抱歉多少次